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 德州的洛克哈特市 上周六发生热气球坠毁的惨剧 热气球上16人全部罹难 根据初步调查 热气球在降落时撞击到高压电线 但确切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热气球坠毁事故原因调查 目前有三个方向 包括热气球是否故障 驾驶员是否操作不当 或是环境因素导致 据附近居民表示 他们看见热气球坠毁在地面上时 起火燃烧 但调查人员无法确定 火是在空中就燃起 还是因为坠落的撞击所引发 据了解热气球驾驶员尼克拉斯 曾经在密苏里州 至少四次酒醉驾车 他因此被关进监牢两次 另外调查人员也并不排除 农物等天气因素导致意外发生 编导致意外发生 净了个RIS released